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买了一个电动车的修车宝 它的内部电路还是很简单的 它首先它是一个9V电池供电的 这有一个开关 当打开的时候 把这个两个霍尔线接在一起 就能够这样闪烁 就证明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它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用指示灯显示 所以它主要的元件也就是这几个指示灯 把这个端子拔开 它上面这三根线是控制器的输出三个向线 然后这几根线是霍尔线 分别红的是5V供电 黑的是接地 这三个就是霍尔输出的信号线 它是当我们这两根线通过控制器供电以后 这三根信号线呢就分别输出三个信号 来充当霍尔 使控制器能够正常输出 控制器输出以后 通过这三根向线输入进来 然后通过线流电阻线流以后 通过这几个指示灯 显示控制器的状态 并且控制器分为60度和120度的 60度和120度指示状态不同 这五根线是测试电机霍尔的 这三根线是测试电机的 当我们打开开关以后 这两根引线 也就是这根红线和这根黑线 就给它供了5V 这时电机内的霍尔就供了电 当我们旋转电机的时候 霍尔就会发出信号 通过上边这三个指示灯显示 当电机旋转的时候 这三根线是接电机向线的 由于电机在旋转会产生自感电动式 通过这三个指示灯来显示 下边这三根线可以测试转把中的霍尔 也可以测试刹车把 我们把信号线和这根红线接在一起 其实就是测试开关 接在一起的时候 中间的灯会被点亮 这样证明这开关是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刹车就是一个开关 如果我们给霍尔这段供5V 这段接地 中间就是信号线 这个指示灯的强弱会有变化 因为这个指示灯它属于一个线性的指示灯 这个是控制器的5V指示灯 当我们接上控制器的时候 这个红线和这个黑线就会有5V的供电 这时这个控制器的5V灯就会被点亮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控制器的霍尔输出线 和这个电机的霍尔输入线 接在一起 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看出 这个霍尔的输出线 通过这输入以后 这个指示灯就会显示它的状态 同时这个控制器的5V指示灯也会被点亮 它的功能就是这样的 它的供电是通过后边的9V电池供电 如果检测控制器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开关关断 然后用这个霍尔线来插控制器的霍尔线 这三个向线接控制器的三个向线输出 这样这几个控制器的指示灯就会有规律的闪烁 并且60度的控制器和120度的控制器 它的指示灯闪烁状态是不同的 看着它的功能很复杂 实际上它的内部电路很简单 下期视频我们可以把它拆开以后 给大家介绍一下内部原件的构成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